4月25日,首届一带一路企业家大会在北京举行 本次企业家大会紧扣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分论坛 共建一带一路开创美好未来的主题 旨在为各国工商界搭建沟通交流、对接合作、项目签约、深化合作的平台 通过的这个平台我们可以连接到很多来自不同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代表 然后我们在一个场地可以共同谈一下一个比较大的合作的一些机会了 我自己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发展是特别有兴趣的 我们将自己隔离的AI、人工职能、机器人、新能源的科技 我们希望可以吹动到迪拜市场了 吕丹杰表示,近五年,中国一直是迪拜最大的贸易伙伴 迪拜在戴河路的中间,是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窗口 希望通过地理优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 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锦告诉记者 作为中国铁建重要的外经平台 他们承担着让中国铁路走出去的主要任务 此次大会上,他们与埃及当地公司签署合作项目 共同建设埃及高铁等基础设施 一带一路商业,拉通了沿线国家的这个思想 大家充分体会到了工商工建工想的这个理念 我们推动了很多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这个建设 比如说重点的这个雅基铁路创建了这个雅基模式 那么同时为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服务 我们是埃及的高铁的一些基础合作项目 与基础设施一样,绿色合作被认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金科能源副总裁钱金表示,一带一路倡议被定义为绿色的、低碳的、高质量发展的 当前,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临着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的局面 他希望将中国领先的新能源技术与经验与世界共享 实现输学到造学的转变 2015年我们在马来西亚投资了3亿美金 建成了海外最大的一个制造基地 那它目前的产能是3000兆瓦的 太阳能电池跟2500兆瓦的太阳能组建 那年营收在6000万美金 为当地创造了5900个就业机会 我们同期建设了最先进的研发中心 表示我没有不仅仅是带去制造 我把技术都带给你 未来几年里面我们布局的 以基础电站建设来讲 我们在十多个国家有近六级瓦的储备项目了 本届企业家大会由中国贸促会 全国工商联国务院国资委共同主办 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 商协会企业及有关国际组织85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 我们下期见